如果你的家里有一个这样的电机的话 那千万别把它卖掉了 其实像这种废旧的电机 只需将它简单的改装一下 就能让它变身成为一台家用的发电机 用它来降降家里的电费开销 现在是把这个电机的顶盖给它拆下 将它的电容给它取出 然后再把它的线路重新连接一下 接下来是要将这个电机的外壳给它拆下 这种电机它里面的结构 是由一个转子及定子线圈组成 跟一般的发电机结构非常的相似 所以改装起来的时候也是比较的简单 这里现在先把它的前盖取下 取下后就可以看到中间的就是它的转子 但是这个转子现在是不具有磁性的 这种发电机如果想要发电 就需要让这个转子上携带有磁性 然后在线圈里面做磁感线切割运动 所以现在是将这个转子给它取下 然后以它的尺寸做参照 重新制作一个带有磁性的转子 这里先是找了一根铁棒 接着将它放到车床上面进行加工 把它加工成一个适配电机的转轴 加工完成后 给它上面套入两个用PVC堵头连接起来的配件 接着给它表面刷上一层胶水 然后再找来一些磁铁片 将这些磁铁片给它粘贴到转子上面 粘贴的时候注意将磁铁的南北极错开 粘贴完成后 现在这个转子就已经具备了磁性 接下来找来一个轴承 然后将它安装到转子的转轴上 安装完后 就可以将它装回到电机的外壳里面了 到这里 整套发电机的制作就已经是差不多完成了 给它套上一个皮带轮后 再给它接上一个插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发电效果 可以看到在发电机转轴转动之后 它也是能发出电量 不知觉得这个发电机怎么样呢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给视频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